大家好,歡迎回到嘎巴拉嘎 我是嘎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前夜育肉老師呢? 這位以情節制育肉胃痛 畫面寫實細膩文明的老師 幾乎可以說是我人生至今最喜歡的漫畫家 而老師出道至今超過了十個年頭 發表過的短片作品不計其數 連載作品各成超過十部之多 雖然先前已經有像Solani 初衛的青春 李洛登作品陸續改拍真人版電影 但對甲甲堅前夜老師粉的我們來說 動畫畫還是一個難以被取代的願望 幸運的是這個心願 也終於在今年有前夜育肉老師青春 把烏托邦與科幻元素的惡魔的破壞實現了 惡魔的破壞動畫電影前後章 台灣都已經在7月順利上映 或許有些觀眾看完 也會對原作或故事內的時間線感到好奇 因此這次的影片 我們會著重在原作漫畫以及時間線的討論 接下來就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進入這次惡魔的破壞介紹吧 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也先來偷偷宣傳一下 嘎巴拉嘎目前開放會員喔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 或想小小支持嘎巴拉嘎的蓬蓬 都歡迎一起來加入嘎巴拉嘎的馬鈴薯大家族喔 惡魔的破壞日文簡稱爹爹爹爹爹爹 本作是前演一月有老實在代表作《晚安步步》完結後 於2014年4月至2022年2月 接續在《Big Comcast Spirits》的長篇連載 日本單行本共有12卷 台灣已由東泛代理出版全集數 作品曾獲得2021年第66回的 《小學館漫畫賞》一般巷部門賞 以及2022年第25回的 《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季漫畫部門優秀賞》 同時也是前演一月有老實目前唯一有獲獎的作品 《惡魔的破壞》講述在3年前的8月31日 一艘巨大的母艦突然載著大量侵略者降臨了東京上空 寒暄在天空的巨大飛碟 讓人類感受到了末日降臨的恐懼 但隨著時間過去 侵略者們沒有造成人們獄襲中的具體威脅 於是尚未找到對父母間方法的人類 就在這樣衝擊的光景下 依舊正常工作、上學 為了生活所示煩惱者 過著異常平凡的每一天 故事的開始 圍繞在小山門出與中川黃藍兩位女高中生 以及周遭的家人或朋友身上 起初看似校園日常翻的開場 轉眼卻能看到他們頭上有末日般的母艦盤旋 在這個滿滿反差的荒唐感中 他們仍然歌頌著看似無憂的青春 討論遊戲、升學與戀愛的話題 然而隨著劇情推進 母艦與侵略者來到地球三年後 與人類的關係產生了急劇的變化 於是這個集反烏托邦、科幻、平行時空 甚至社會批判等多重元素的龐大群像劇 就這麼從少女們青春又普通的某一天開始了 過去影韻像作品廣為人知的情人 也有我老師 時常在作品中用寫實的方式大量描寫信 憂鬱 與黑暗的人機九個 從晚安步步開始甚至還讓老師 有著心理狀態不佳的人專用的稱號 簡單來說就是會讓人看得痛苦不已的 微痛戲作者 但是到了惡魔的破壞時 卻改用黑色幽默的方式 輕鬆的調侃絕望中卻仍有歡樂的社會樣貌 展現出角色們友情與青春美好的一面 可以說這部原作本來就與我認識的前夜老師有著極大的反差 到了動畫電影後 這個感受就更明顯了 惡魔的破壞原作強烈表現了人們把網路社群視為真理 看似愚昧卻有寫實的現象 並用紙描繪出膚淺又開心的世界的概念 在前期避免了角色內心世界的深覺 製造出讓讀者們看完一陣本後 還會有種蛤的錯愕感 但老實說我到後面才發現 惡魔的破壞漫畫閱讀體驗完全就是在倒吃甘蔗 這個披著SF與少女群村的皮 討論社會議題的精彩作品 原作只要熬過前期等到一口氣回收伏筆的瞬間 真的會慶幸自己有堅持看完 尤其是擔心本前後用來呼應內容的 《哆啦比夢諷刺漫畫》 更是極度閃亮的一筆 這些被資訊塞爆大腦眼睛的衝擊感和小細節 可能就是在電影版會比較缺乏的感受 但畢竟惡魔的破壞單心本有12機 電影卻只能以前後章來講故事 因此前章有大量濃縮原作資訊過載的特色 把像是平行時空複雜的故事線與畫面梳理的單純許多 這樣的方式雖然少了收集線索的樂趣 但由於前夜老師本人非常重視作品品質 也有親自參與製作 聽說光是前章就重拍了快200次 因此在劇情改動和品質上是可以非常放心觀看的 這邊也讓我們覺得 比起要耐著性子消化原作龐大的資訊量 與對上角色們不迷所以的電波台詞 初次接觸前夜老師的觀眾不妨先考慮實時看電影版 從母艦的震撼力開場 竟然感受相對簡單好理解的展開 覺得有興趣的話再去看漫畫原作會更輕鬆一點 而電影版中 主角黃藍和門出的配音則分別由當紅歌手阿諾 和由阿蘇比的吉田莉莎擔當 據前夜老師說 在選角階段時兩位都還沒爆紅 當時是在他的強烈啃酒下台決定了主角人選 沒想到兩人後來變得如此有名 也是意料之外的驚喜 順帶一提 由於前夜老師與花澤建武老師似乎是很好的朋友 因此原作漫畫中 門出爸爸也是被設定為負責花澤建武老師的漫畫編輯 長大後的門出承接複製後 還說了只是靠殭屍漫畫壓對寶還這麼囂張之類 吐槽畫著老師的橋段 是個十分有趣的小彩蛋 前面大致了解故事與特色後 接下來想和大家一起來看看 關於前夜老師風格打扁的惡魔的破壞 究竟是個在什麼樣背景下誕生的作品 2011年的前夜老師 正在創作講述青春相處的錯維的青春時 日本發生了311大震災 後續惡魔的破壞連載期間 更發生了影響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 讓前夜老師最近在動畫宣傳現場回憶創作起源時 感到那是一個大規模災難 和人們價值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這些事件也開始讓前夜老師的創作觀點 從個人逐漸轉變為整個社會 而看似描繪出社會問題的惡魔的破壞 其實主要想討論的不是社會問題本身 而是想畫出當災害發生時 人類面對災害的行為中的違和感而創作的 在這次的作品中 登場角色們被設定為 透過網路了解災害訊息的現代人 為了符合情境老師還刻意不去實地取猜 反而是在災害或事件發生時 觀察網路與社群上人們的行為與發言轉移後 再用稍微奇幻與加入少許戀愛 作為潤滑劑的方式來緩和的表達 最後呈現出這個看似資訊過載 又充滿對現代人諷刺的漫畫 而在商業方向也有所考量的前野老師 原本自認在英語小眾的晚安步步後 講述科幻與社會議題的惡魔的破壞 是非常符合時代潮流的作品 沒想到地獄卷出版後 讀者的實際反應卻令人大失所望 但由於故事的方向已經無法改變 老師變得只能專注在畫面的細節填充 甚至在其他常畫工作中尋求創作的動力 在這樣龐大的壓力下 老師曾決定讓惡魔的破壞暫時休刊 改為一口氣完成 講述暢銷漫畫家半自傳性質的聯絡 其中還有一個因素 《驗神惡魔的破壞》是個充滿了謊言的複雜故事 讓當時已經不想在創作故事的老師決定暫時休息 轉回畫出他認為能令自己有真實感的作品 讓老師在現前晚安步步連載師 其實本來也就有同時連載其他作品的經驗了 最後我們想來講一下本作的角色設計 過去以寫時封與情點相為代表的前顏老師 角色們的長相和名字通常都比較頻繁 但在惡魔的破壞中的角色 有了像是卡通話與萌繫感誇張的變化 以及創造的存在於作品中 明顯是致敬的《哆啦賓夢新三色諷刺漫畫》 由於老師認為自己筆下的作品 大多數有著群像劇的特質 主角並不會像少年漫畫娘成為故事的焦點 因此這次才會嘗試以 讓主角成為有角色感的角色的方向設計 以歷後續的故事進行 除了明顯像是吉祥物代表了《哆啦賓夢》外 每個角色的名字也幾乎都是 《哆啦A夢》相關的人物名字變體 角色上則是先設計有著雙馬尾的黃藍 還反過來繪製出短髮戴眼鏡的門出 讓他們自然的展現角色感 方便讀者能從眾多人物中快速辨認出來 《哆夢》的破壞從一開始的創作概念 題材 虛世方法到角色設計的層層安排 都彰顯了前夜老師有著 能轉變風格的強大實力 或許透過《哆夢》的破壞 也讓讀者們了解前夜EUO老師 雖然以治癒性作品聞名 但他的能力 絕對不是只會創作治癒性作品啊 最後要來聊的 就是在原作中複雜的平行時空時間線討論了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 接下來我們會用自己整理的三個部分討論 第一個是原作與劇場版開場的全面世界線 第二個是黃藍穿越前 記憶中的本世界線 第三個則是門出爸爸導徵後的全員存活世界線 首先要來討論的 是大家在原作與電影一開始看到的全面世界線 這個時間點上的黃藍 是從本世界經歷了門出的死亡後 為了拯救門出才穿越而來 但是因為侵略者時光機的原理 只有將本世界的黃藍醫師覆蓋到這個世界 兩個醫師的衝突導致黃藍的記憶破碎 無法完全記得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只記得自己要做出改變 救下門出 所以從故事開始時 大家才會看到有點瘋瘋癲癲 對門出有異常執著的黃藍 然而這個時間線中 黃藍和門出小學似乎沒有與侵略者接觸 後續就很普通的一起長大 才會導致了831母艦的到來 進而產生4年後832母艦爆炸 事件迎來末日的劇情 順便提一下這個時間線中的大夜 是某次窺探黃藍在本世界的記憶時 得知母艦停止的線索 才會引發後續試圖登上母艦的救援行動 接下來的本世界線 是大夜使用道具看見黃藍的記憶才出現的 此段開場在門出於黃藍小學暑假時 因為補習班素營相識 並在海邊救了當時作為調查員的侵略者 後來因為侵略者提供了能傷人的道具 讓幼年的門出到處執行自以為是的陣營後 門出看不出自己殺人人的事實 導致精神崩潰暴走 在黃藍面前跳樓自盡 這段劇情收尾是由黃藍搭成侵略者的時光機 將精神轉移到另一個平行世界 重新回到黃藍與門出小學剛認識 侵略者還沒到來的時間點 於是這個世界線最後成為了侵略者調查員 因為收到兩人相助 決定向母國回報地球不適合居住 因此沒有未來831母艦降臨的世界和平結局 大家則是門出死去 黃藍活下來卻失去和門出相處的記憶 同時也是在這個時間線中 劇情才描寫到門出因為名字發音與惡魔雷通 小時候曾因此被霸凌 結合他後續拿道具到處執行正義的行為 讓我不僅聯想到作品名稱惡魔的破壞 或許也是在雙關門出的破壞 最後一條全員存活世界線 是從832母艦爆炸營來末日後開始 講述門出的爸爸在當年的831冰死時 H6者前瞻了身體 直到8年後才甦醒 並因緣機會與幸存的大爺等人相遇 大致了解這段時間發生的真相後 選擇大城時光機回到門出與黃藍國小尚未相識的那個暑假 促成他們成為朋友 並在16年後 迎來了全員平安長大成為社會人 侵略者也沒有到來的Happy End的世界 不過這條劇情線的最後 長大的門出與黃藍不約而同聽到對方的聲音 說了時空會壞掉的警告 桌上還出現原本因為時間線改變而消失的哆啦B夢 結局可以說是給讀者留下了滿滿的想像空間 我想這或許代表著 在惡魔的破壞中還有成千上萬個門出與黃藍 在不同時間線努力嘗試著各種選擇並做出改變 每個看似獨立卻又環環相扣的時空 在門出與黃藍絕對的友情下 將會為他們連結五金的青春與日常 成為一個永無止盡的循環 雖然本作穿越時空的角色們 看起來似乎都成功改變了事件的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 侵略者承受時光機只是將使用者的精神覆蓋到其他時空 毀滅的世界、死去的人 在原本的世界都不會再發生任何改變 因此時光機對他們而言並沒有任何意義 我看完H1結局再想到這邊 感受到所謂平行世界的幸福結局 或許本質只是在自欺欺人 我想前野老師肯定是打從開始 就沒想要讀者笑到最後吧 以上就是這次惡魔的破壞介紹 雖然以SF劇與平行時空元素來說 這部劇型本體應該其實不算太複雜 但前野老師把大量的資訊破碎分布在12集 還要以群像劇視角穿插的方式 還是讓我們看得頗為燒鬧 然後在這整部作品中 我私心最喜歡的角色是黃藍的哥哥阿虹 他對黃藍有著五條件的信任與支持 也給予他見到時光機去改變的勇氣 實在是一個超級感人的好哥哥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也有特別喜歡的角色呢 如果有任何想法都歡迎大家一起在下方留言討論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這裡是嘎不拉嘎 我是嘎嘎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喔 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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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